我們是一個非常的多元融合不同文化的一個縣市 從高山到平原 從平原延伸到海邊 我們有州族 有布農族 也有我們的閩南族 還有客家民族 還有新住民 所以不同的文化衝擊在這個地方 我們產生了非常非常現代知性野性 還有我們非常有客家的這種精神的 坐山吃山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這一種韌性跟堅毅性 然後原住民是跟著他的母親之殼 是曾文西的上游 然後蜿蜒民更在我們的阿里山區 有八大部落 這個部落 每一個部落都有它的特色 從哈茂 天神的腳印 行程特戶也跟達邦的兩個部落以外 我們山區的萊吉部落是非常有名的山豬部落 然後李嘉是藍色部落 它的天空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的新美是狩獵的一個部落 三美就是生態 非常重視生態 故意的故鄉 所以茶山是有涼亭文化的 非常熱情招待客人的一個涼亭節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燈呢 由我們在地的藝術家把它做成不同的燈飾 讓大家很容易進來這裡就能夠體會到 我們原住民的事蹟 文化 精神 生活把它融入在裡面 那客家民主也是我們非常重要在山區的一個客家民主 那些民不關於渡海來台灣或是從北到南來開發歷史的 這些原住民 客家民主 它就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 非常有建議性 融合力跟適應力的一個民主 很努力 辛苦努力 他們這一次的燈飾有三大特色 一個是又做六米五寬 九米寬 六點五米高的 七十米長的一個四方開口石 那裡面走進去是它的入口 進去以後可以看到它的展售兩個部分 我們要說 激塞水大富貴 就是希望給大家在大年的時候 激塞水大富貴 另外用草繩編的四十米長的草繩的龍 是閩南族跟客家人融合的一個特色 祈求風調雨順 最後有一個稿杯 是客家特色的稿杯 我們用竹編的 用牡丹花的花布 一個是樓空 一個是有普丹花布 這代表是一絲一絮 代表敏克融合的一個意象 高杯 大家來高杯 大家來高杯 來高杯 這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一次我們一共七大燈區 十八個小燈區裡面 原住民跟客家的特色 都有在地的藝術家去做 創作的 非常有意思 希望大家來家做客 周遊部落 來家做客 周遊部落 2月16號 跟你在嘉義相見